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月17日 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 今天华尔街关注的头条 正像昨天节目当中与网友们预报的 今天高盛摩根斯坦利在盘前公布了他们第四季度的财报 那么昨天LT也预计高盛的财报会不太好 高盛的会给市场带来负面情绪 那么今天这个财报公布以后 果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 今天高盛公布的数据显示 每股收益3.32美元 那么与之前分析师们预计的5.48美元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那么总的营收 四季度总的营收是105.9亿美元 那么这个也低于之前分析师们预计的108.3亿美元 那么更要命的是高盛在结构性的报告当中显示 四季度的利润比三季度下降了66% 只有13.3亿美元 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每股收益比普遍的预期低了39% 那么高盛他的财报与预期差距这么大 是2011年10月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财报 所以今天开盘以后呢 高盛的股价跌了2.4% 那么高盛他自己出问题倒是小事 由于他号称的是第一大投行 那么他的这样一种很糟糕的财报 让整个市场会来反思整个宏观经济情况的状况 增加了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担忧 那么在盘前另外一家大的投行摩根斯坦利 他的财报情况呢就明显要比高盛好 摩根斯坦利的财报呢很像上周五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公布的财报那样的好于预期 所以高盛的这个四季度糟糕的财报表现 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那么华尔街把今天市场的悲观情绪 把它归咎到高盛的这个糟糕的财报 也有一点点牵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高盛他只是在这些大银行里边 他自己表现的比较糟糕而已 那么市场这种负面情绪呢 它是一直存在 因为市场没有得到任何好的消息 所以他就会放大这种负面的情绪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路途社的一个报道 当然了其他的国际主流媒体 也做了相似内容的报道 路途社报道的标题是 泽连斯基的顾问因地列伯洛言论辞职 那么这个呢是今天乌克兰的一个大新闻 这个新闻呢也很有意思 这个你还很难说这个里边的一些是非 他泽连斯基这个顾问为什么辞职呢 这个就要从前几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次导弹袭击来说起 在乌克兰的城市地列伯罗斯一栋大楼 公寓大楼 14号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的巡航导弹的攻击 那么相信网友们呢 最近从各种媒体上都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在这次袭击当中 这栋公寓楼有44人上身 79人受伤 有39人呢从废墟当中被救出 还有20人呢 处于一种失踪的状况 还在寻找 那么这个呢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的 最恶劣的行动之一 那么乌克兰官方也一直在向全世界通报这件事 国际舆论呢也普遍谴责俄罗斯这种野蛮的行径 但是泽连斯基的这个顾问 阿里斯托维奇 他呢在社交媒体 就他自己的YouTube账户 他发表了一个评论 或者是他呢 爆了一点劲爆的内幕消息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这个蒂列布罗斯的这栋公寓啊 被俄罗斯导弹袭击啊 他可能还不是俄罗斯的导弹 直接袭击的 他可能这个巡航导弹呢 被我们乌克兰的空军防空导弹拦接之后 他改变了方向 或者他被我们的防空系统击落 他吊在了这个建筑物上 造成了这么多平民的伤亡 他这个一说了之后呢 乌克兰国内呢就炸锅了 你这个总统顾问说法跟乌克兰军方 与乌克兰国家的这样一种新闻发布完全不一样啊 因为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宣传 军方的宣传就是俄罗斯袭击了平民的这个住宅 增加了俄罗斯的这个罪行 哎你这个总统顾问你这么一说 这好像责任不在俄罗斯了 所以这个乌克兰国内啊就说 哎你们内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究竟是谁杀害了这些平民 那么乌克兰国内在这样一种啊 争执当中的时候呢 俄罗斯人又跳出来了 就俄罗斯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哎他就跳出来 他说你看我们说吧 我们从来不会攻击平民的 你看这次你看他们不打之招 你看乌克兰总统的顾问都说 是他们糟糕的防空导弹 故意把我们的巡航导弹引导到这个平民的建筑 所以说我们是从来没有袭击过平民的 所有的这种平民袭击 都是乌克兰军方乌克兰政府 他们自己编造的 他们自己制造的这样一种惨案 哎你看这乌克兰人对这个总统顾问 与官方讲的不一样的说辞 有些不满 哎俄罗斯人呢 哎又拿他这个说法呢 做一个例证来全盘否认 之前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 所以这个就弄得乌克兰官方非常被动 那么如果这个总统顾问继续在这样胡说的话 那人们就会想 哲林斯基你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看起来是在帮俄罗斯人开拓 你如果不是帮俄罗斯人开拓的话呢 那你就得承认你自己的失误 你防空导弹 你把俄罗斯的导弹引到军民住宅上去了 那么显然乌克兰官方呢 他会继续的坚持 这个袭击就是俄罗斯的导弹 直接袭击的这个民用住宅 而不会承认是乌克兰防空导弹 导致了俄罗斯导弹的变相 所以在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下 这个今天 哲林斯基的这个顾问宣布辞职 那么这件事呢 可能还只能用议会的那种方式来理解 这个辞职是必须的 你要去认真去考察 这个顾问说的真话假话 可能也不难去判断 但是呢 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的 就是在这种战争情况下 它确实存在一种战争的舆论 也存在一种舆论的导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官员们的言论呢 它就不像和平时期的 你可以就事论事 在这样一种交战的状态 这种啊 所谓的说点真话 或者是所谓的透露点内幕 这个与整个战争的氛围 与整个战争的舆论战 它是有冲突的 它不是你所有的时候 你都去讲所谓的这种真话的 因为你毕竟是处在一种战争状态 这个是LT对这个新闻 的一点评论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英国政府阻止俄罗 苏格兰的一项性别承认法案 就英国政府它下放了 相关的一些法律的立法权 下放给了苏格兰 那么苏格兰呢 最近他们通过议会的 长时间的辩论 就通过了一个法律 那么苏格兰新通过 这个法律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呢 它这个法律就是 让苏格兰人 更容易改变他们的 法定的性别 那么现行的苏格兰的法律 和英国的法律 它的规定是 你跨性别 就你要改变你的性格的话 性别的话 你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那么最关键的程序呢 就是要接受 性别不安的医学诊断 你不能说你睡觉起来 你突然宣布 男的变女的 女的变男的 那个不行的 你有没有这个性别障碍 要经过医学的鉴定 第二呢 你在改变你的性别的时候呢 你必须已经以 你选择的性别 生活了两年 而且满18岁 才能够进行 法定的性别改变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一个男的 你说你要变成女的 你要变成女的 那你至少是要 以女性的名义 生活了两年 而且呢 还必须是18岁以上 这个法律 才承认你改变性别 那么苏格兰人 新通过一个法律 现在改成什么样了呢 他就说 不需要经过医学诊断 你自己就可以定 你可以宣布 你改性别 那么法律批准你呢 这个确认你改变性别呢 过去是要等两年 就是说 你要以你的 新的性别 生活两年 法律才能够承认 现在简单了 六个月半年 你宣布 你男的变女的 或者女的变男的 然后呢 你就等上个六个月 然后就能批准 那么原来呢 说是满18岁 才能够 够法定的 改变性格的年龄 性别的年龄 那么现在也降低了 16岁就可以改 那么英国政府呢 他在推动议会 来否决 苏格兰的 这个新的法律 他主要说 你这个法律 你这个结婚啊 改变性别 不光是苏格兰 那一个地方 你这会影响到 整个英国的 所以说你冲击了 英国的这个平等法 所以说英国政府 他要来阻止 苏格兰这个法律的 最终形成 那么可想而知 苏格兰人 对英国政府 来阻止 他这个新法律 是气急败坏 暴跳如雷 那么分享这个新闻呢 是想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啊 就现在 有关于性别这个问题啊 这个法律的实践 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这个还是挺劲爆的 不知道 网友们怎么看这个事 第四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很多主流媒体 都做了 相类似的报道 我们分享英国BBC的一个报道 他的标题是 推特争议再起 塔利班官员账号 也有蓝勾勾 BBC在报道中称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收购了推特之后 推特呢 就推出了蓝勾勾付费订阅制度 现在连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人员 也陆陆续续开始 给自己加上了蓝勾勾 那么在马斯克这个新的收费 加蓝勾勾之前呢 之前推特的政策呢 是要认证那些账户很活跃 有一定知名度 真实的公共利益的账户 诶 推特呢 就免费的给你增加一个 认证的蓝勾勾 这个蓝勾勾是用钱是买不到的 它也就是允许我们普通 意义上的一些知名人士 才能够拥有这个蓝勾勾 但是现在马斯克的政策就是 只要你每个月付8块钱 或者11块钱 就能够给你蓝勾勾 所谓的8块钱嘛 你就是通过网页版的付费 一个月8块钱 所谓11块钱嘛 就是用苹果设备 因为要交苹果税 用苹果设备 你付费的话 一个月11块钱 就能加蓝勾勾 那么最近呢 也有很多网友都给自己加上了蓝勾勾 但是呢 这个媒体 他的这个新闻报道不满在哪呢 就说目前至少有两名塔利班官员和四名著名的塔利班支持者正在使用蓝勾勾标记 而且塔利班的官员贾拉尔今天呢在推特上称赞马斯克 说他让推特再次伟大 那么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这个议论呢 就是人们对于哪些人能够带这个蓝勾勾这个还是有些争论 那么LT呢 想对这个事呢 做两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在之前的推特的政策下 就蓝勾勾呢 给人们一种呢 推特认证加持 或者保证的 一种信誉保证 信誉推广的一种标志 就是有蓝勾勾的人的说话呢 你起码他是个真人在说话 他是个有一定身份人 有一定影响的人在说话 那么可信度就高一点 那么现在任何人只要出钱都有蓝勾勾了 那么就打破了原有那种蓝勾勾的特质 你或许马斯克他就是要打破这种权威制度 凭什么你是有名的 或者凭什么有些人也并没有一定的成就 或者也并没有多少的影响力 但是在之前的推特政策下呢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呢 也给收入了一些蓝勾勾 所以这个新的蓝勾勾政策 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个是需要马斯克和推特来解释的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他就是个增加收入的一种营销举动 他并不能说明蓝勾勾带来什么特殊的含义 所以说当推特的规则 没有限制塔利班成员的时候 那么塔利班的人呢 愿意多出钱弄个蓝勾勾 LT认为呢 这个也不是多么么大了不起的事 这是一个评论 第二个评论呢LT也注意到有些中国网友 参与这个事讨论 他说你想想花春莹 赵立坚他们都有蓝勾勾 那为什么塔利班不能有蓝勾勾呢 你中共比塔利班好到哪去吗 从这个角度上呢 也更容易支持LT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现在对蓝勾勾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这个新闻呢 给人们带来一些争议 争论很有意思 你很难找到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越南的国家通信社 越通社发布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说今天越共召开临时会议 越共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提出了辞职 那么这次政治局临时会议呢 就同意了阮春福的辞职 辞去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国家主席 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而且提前退休 他原来的任期是到2026年 那么现在就退休 那么这个新闻呢 还是很劲爆的 那么有些网友对越南的背景 有些了解 有些网友未必了解 为了理解这么一个突发性的重大新闻 LT与网友们做三个方面的分享 首先第一 阮春福突然辞职的原因 是因为越共中央指责阮春福 在领导指导新冠疫情防控方面 对出现的一些腐败案件 要负政治责任 那么这个所谓的腐败嘛 主要是有关核酸四季腐败 援助包机腐败在内的防疫腐败系列案件 包括他在担任总理期间 有两名副总理 三名部长被处分 那么现在是属于秋后算账 要让这个2021年时期的总理 现在的国家主席阮春福 来负政治责任 所以迫使他辞职退休 那么阮春福呢 他是一个经济学专业出身 他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 是越南的比较公认的一种啊 所谓的改革派代表 这是第一个方面 就是他为什么要辞职 就是要腐败 负政治责任 这是他的总书记 对他求护算账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越南这个总书记 他很有意思 相信中国的网友会非常容易理解 越南的总书记也是最高权力者 他从2021年就亲自领导一个专项的反腐 就在防疫过程当中的腐败行为 他亲自指导 那么经过这个阮总书记啊 这个调查办案 发现在防疫过程当中 有两条腐败链 第一条腐败链是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 通过行贿科技部 卫生部官员 以及各省疾控中心负责人 控制核酸四季的官方审批和购买流程 随后通过抬高官方购买价格 谋取暴利 这是第一条腐败链 第二条腐败链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越南政府就组织了多部门协调 安排航线隔离措施 指定企业和航空公司进行承运包机 那么在两年防疫当中 有2000架次援助包机 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多万越南公民接回国内 那么在这些包机的安排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一些腐败 那么接越南公民的这些包机 不仅手续费高 机票高 回国隔离费也高 就每个环节 痛载回国的国民 整个事件非法获利 高达数万亿越南邓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 就是他为什么 这个阮春福啊 国家主席为什么下台 是因为总书记亲自办案 抓住了他们政府的 利用疫情的 这个腐败的一些答案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越南的总书记啊 他是怎么治国理政的 你就更容易理解呢 他这个查办这个腐败答案 是怎么回事 那么第一个方面的是 这个阮副中啊 就现在的越南的一把手总书记 他是原来一直是越南的所谓的宣传部的官员 搞这种啊 党务宣传的 他最后当了河内的书记 从河内的书记 进入了越共的中央领导核心 那么他当上总书记之后 与习近平的手法完全一样 他从2013年就兼任越共中央反腐败 反消极指导委员会主任 他自己创立了一个所谓的熔炉为名的反腐运动 就熔炉啊 烧啊 熔炉反腐运动 那么从13年到现在 也是干掉了所有的阮副中总书记啊 认为有问题的这个官员 当然大部分是以政治有问题 达到了一大批官员 那么第二个方面了解这个阮总书记呢 大家也很容易联想的这个习近平 越南呢 他的领导体系呢 他在之前经过了与中国同步的改革开放 那样的历程之后 他形成了四驾马车的集体领导体制 所谓四驾马车呢 就总书记 国家主席 总理 议会 国会的主席 四驾马车 共同领导 那么阮书记上台之后呢 他就觉得要有核心 这个集体领导啊 这个效率太低 有时候集体领导啊 这个缺乏权威 那么阮总书记怎么建立核心呢 他就很有意思 他打破原来越南的那种决策体系 越南的决策体系嘛 他是没有政治局常委的 他只有政治局委员 那么他的民主程度坦率来讲 比中共要大一点 因为中共七个小矮人就能决定一切 他这个呢 必须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但是呢 阮总书记呢 就嫌这个政治局有点害手害脚 这么多人 那么阮总书记 他就发明一个制度 叫重要的事 召开领导补干会议 那么领导骨干会议 在越南的共产党的规则里面 在越南国家法律里面 是没有这个体制的 没有这个意思 机构和决策机构的 但阮总书记 人家不管那么多 大事 他点名 哪些人参加 有哪些人参加 会议的名称 就叫领导骨干会议 而且越南最大的事 就通过领导骨干会议来决策 但是谁也不知道 哪些人是领导骨干会议的 当然成员 他点谁参加 谁就参加 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 除了阮总书记是明确的以外 这个决策体系啊 他并不固定的 只固定了阮总书记 其他成员是叫谁来 谁就来 这是第二个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阮总书记的 自国理政 第三呢 阮总书记呢 像习主席一样的 他要把自己啊 要装扮成一种啊 越共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 就是要超越 或者达到胡志明的那样一种威望 人民群众没有那么样的 像爱胡志明那样的 爱戴阮总书记怎么办呢 阮总书记啊 就有策划团队来教育人民 你比如说在越南 普遍流行一本书 金色的封面 长达600页 就专门描写 阮副中是一位 有智慧 定力 纯粹的领导人 那么越南的一些 政治学专家认为呢 是自胡志明时代以来 从来没有其他领导人 敢使用这样的语言 搞个人崇拜 而且在2021年的 这个十三大开幕式上 大会要唱一首歌 现在全越南呢 在广泛流行一首歌 叫 伯伯请不要走 人家要软伯伯 这个跟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叫大的 他这个叫伯伯 伯伯请不要走 就是我们越南人民 离不开你 所以通过以上的 这样一种简单的介绍 相信网友们大体上 能够弄清 今天越南突然罢免 他这个国家主席 究竟是和什么回事 既有反腐的原因 更是一种政治斗争 这个国家主席被赶下台 就像毛泽东 把刘少奇赶下台 是一样的逻辑 不是因为你干了什么 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 就是因为核心 独裁者 他们要提高 这样一种独裁的纯度 所以有很多中国网友 把越南作为改革 走在中国的前面 甚至拿越南 来做一个好的榜样 这个你都低估了 越南这个执政党的性质 就越南共产党 他与中共的性质 是完全一样的 他执政的理念和手法 与中共也是非常相似的 特别是越南现任的 这个最高领导人 这个阮副忠 与习近平的执政方式 非常雷同 但是可悲的是 西方为了遏制中共 他们把越南 当做抵御中共的一个先锋 把越南作为桥头堡 这个又是西方的一种误判 越南与中共有一定的矛盾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有共性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都在普遍报道和议论 今天中国统计局公布的 2022年中国的人口统计 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就是 中国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 敲响了人口危机的警钟 今天中共它发布了很多数据 主要是宏观经济数据 但是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更关注人口数据 把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度呢 放在了人口数据这个之后 路透社报道中称 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首次下降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 有望标志着中国公民数量 长期下降的开始 对其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 2022年中国人口14亿1175万人 减少了比上一年减少了85万人 这个是自1961年中国大饥荒以来首次人口下降 你看习近平这个本事多大 毛泽东能搞大饥荒 习近平人家能搞个清零 时隔60年之后 中国再次出现了人口下降 而且这一次人口下降 是标志中国进入了一种人口下降的轨道 改变了历史 那么路透社报道当中他介绍 中国的人口下降 很可能让印度成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么印度2022年的人口将会达到14亿1200万人 从长远来看 联合国专家预计到2050年 中国人口呢将会减少1亿090万人 那么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呢 是比之前他们预计的要快的多的多 那么在今天这个人口数据发布的时候呢 中国国家统计局长康义他不以为然 他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康局长为什么觉得这个不是个事呢 康局长说现在中国啊 仍然是劳动力功过于求 就劳动力有多的 所以你们别担心 别担心 这不是个事 那么对于中国2022年人口下降 并且朝野都认为从此进入人口下降 这个新闻呢 LTE想做四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声明的这个LTE不是人口学专家 只能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 那么与网友做四个方面分享 就首先第一 人口的下降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 就中国啊 它走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熟悉的一些轨迹 就它是有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 就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生育率必然下降 这是一个规律 另外一个规律呢 就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民的寿命呢会更长 就老龄化呢 它不仅仅是因为生育率下降造成 它更是因为人民的寿命在不断的延长 所以这两个叠加 它就会造成所谓的人口下降 生育率下降 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必然性 它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或者因为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它是没有的 你随着你经济的发展 必然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第二个分享的观点呢是 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包括中国的媒体 对中国人口的下降 他们都加了一个尾巴评论 加了一个定性的非常负面的评论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下降 预示着中国人口危机的到来 或者中国人口危机提前到来 那么这次这个新闻呢 在中国舆论和国际舆论当中 主要演变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人口危机 那么LT认为呢 把人口下降等同于人口危机 这个不完全错 但是呢 它中间逻辑链 逻辑链呢 是断裂的 它是两个概念的 就人口下降 你不能够等于人口危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所谓的人口危机 它并不是指人的危机 就人口危机 就这些专家他们在说人口危机 指的是什么呢 他们指的是人口老龄化 低生育率之后 会让目前的养老体系崩盘 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养老体系 都是年轻人 从业人员 他们多创造一些收入 去养那些退休的人 那么本质上来讲 全世界各国家的养老体系 它都是类似于一种 庞氏骗局的一种模式 什么是庞氏骗局呢 就拆工墙补习墙 就用新的劳动力的加入 来增加社保的基数 以此来供养越来越多的 不需要上班的退休的人 你假如说新的劳动力减少的话 那么就会让这样一个 社保的收入的基数会下降 社保收入下降之后 就无法供应 已经不工作的那些老年人 而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那怎么办呢 它就出现了中国民间 很通俗的比喻呢 就是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老年人多了 就怎么办呢 就拼命的去增加年轻人 这样把拼命的 能够就业的年轻人 数量把它做大 才能够供养得起 越来越大规模的 这个老年退休人 所以说所谓的人口危机 就是这样一种啊 庞氏骗局式的 这种养老模式的危机 而不是人本身的危机 如果人身体越来越健康 寿命越来越长 怎么能叫危机呢 那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啊 它所谓的危机 就是对这样一种 养老体系造成危机 那么中国目前的数据呢 也能很直观的反映 这种危机的程度 你比如说十年前 中国的出于劳动年龄的人口 占70% 那也就是说 70%的人上班 养活30%的退休的人 那么到了2022年 是个什么状况呢 只有62%的人在上班 要养活38%的人 另外38%的人 那也就显然 就现在的就业人的压力就更大了 他要负担更多的人 当然这个负担的不光是老年人 还有青少年 那随着人口的老年化增加 未来呢 可能就变成了 40% 50%的人上班 要养50%到60%的退休的人 那么那个呢 就小马就拉不动这个大车了 所以说我们理解所谓的人口危机 至少RT个人理解呢 它所谓的危机 就是这样一种养老模式的危机 是这种庞氏骗局式的养老模式的危机 而不是人本身的危机 那么第三个观点 与网友分享的 就目前怎么去解决这个人口危机 中国的专家思想是高度一致 很有意思 现在中国最有名的所谓人口专家 都不是人口学专家 都是一些什么企业界的人 像什么梁建章 就昨天分享过梁建章 什么任哲平 就这些人 他们都成了赏门最大的人口专家 他们给中国子民的方向 就是生孩子 生孩子 再生孩子 就这个子民方向 而且昨天在公布 2022年人口下降的第一时间 任哲平就搞了一个什么民意调查 呼吁投票支持 要中共完全放开生育政策 你不要说可以生三个 不限 就RT感觉这个就很可笑 因为你现在允许生三个 实际上人家一个都不想生 就现在不是说是指标太紧 是现在你三个指标都用不完 所以现在你指明这个方向 人民并不接受 因为刚才讲 第一条就讲了 就全世界发达国家走的路 发展中国家走的路 都是这样 当人们受的教育更多 当人们收入更多 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 更不愿意去多生孩子 这个是个规律 你不能够违背这个规律 强令人家生孩子 所以说中国的专家 一股脑的指明方向 就给中共支招 怎么让这些人多生孩子 甚至梁建章讲说 要缩短学制 你别搞什么十年义务教育了 让他们早早读完书 早早生孩子 这个就有一点不择手段 所以对于中国专家 给中国人口问题 指明这个方向 RT认为太片面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向 因为这个不是人口专家 这个需要人口专家 提供一个一揽子的 有机的 合理的人口政策 而不是像他们这样 一股脑的去鼓动 中共动用行政权威 来逼迫人们去生孩子 这个是RT是坚决反对的 那么第四个观点 想与网友分享的是 因为人们认定的 这个人口危机的解决方法 就是增加新的年轻人 来降低老年人的比例 就水多了就拼命的假面 那么这个问题呢 它还是一种很原始的 看待人类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 你比如说现在机器人 大规模的在推行 那么美国的加州 它就在实行一个法律 就让这些机器人的 似同人要交社保费 因为你机器人上班以后呢 你取代了人 那么你人越来越就业少 这个养老体系更要崩盘 加州呢就做实行法律 让机器人的也来交养老保险 就机器人也为那些退休人的 这个支出呢 做贡献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机器人 能交社保的话 那为什么要去生那么多孩子呢 为什么一定只有一条道 去强迫年轻人生孩子呢 那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同样还有容易联想到 这样一种例子 你比如说特斯拉 它这样一种自动驾驶的功能 那么有些人未来 自动驾驶功能发展一定程度 他就可以买一部特斯拉 去街上无人驾驶开出租 就能挣钱 那么按加州这个法律思想呢 未来这样一种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你也得给我交养老保险 这样的话呢 也为解决老年人 其数越来越大 这个养老体系 他也会做些贡献 所以说未来啊 就怎么来解决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就机器人加州 对待机器人这个呢 方式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新的思路 就不要一味的去 强令别人生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 五个孩子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包括中国的舆论 非常关注的 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 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 公布了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GDP 增长3% 它明显高于啊 之前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的 2.7% 那么2022年四季度呢 中国GDP呢 增长2.9% 也明显高于 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的 1.6% 那么这个超预期的 GDP增长数据发布之后 中国的市场投资者 是怎么反应的呢 投资者反应是比较负面 或者是 是不是按中国的这个网络语言讲 这个中国的炒股的人啊 或者市场投资者里面 是不是反正比例 是不是太高 这么好的数据 超预期 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这些市场投资者们 为什么负面呢 同级级数据发布之后 中国内地的沪深300回吐了开盘的涨幅 恒生指数下跌1.1% 在岸和离岸的人民币均扩大跌幅至0.4% 这个市场的这个第一反应呢 是不太好 当然到下午呢 中国的股市呢 又有所反弹 但总的来讲 市场对这个宏观数据啊 公布还是比较负面 那么有的网友会问了 2022年中国的GDP形势这么好 那么与美国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缩小了差距 还是扩大了差距呢 这个也是中国国家统计局 他不愿意讲的 这个也很容易计算 中国呢 有些学者呢 也做了这样一些方面的评论 那么从2022年中美的数据 相比较来看呢 中美的差距啊 是拉大了 2021年中美GDP的差距呢 是5万亿美元 那么到了2022年呢 中美GDP的差距呢 就到了7万亿美元 这个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 一个是中国的增长幅度太低 第二呢 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 那么有关中国的GDP增长情况 LT呢 想做五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2022年 中国四个季度的GDP增长呢 轨迹很有意思 它出现了两个V型 就第一个V型呢 就是低谷啊 它在五月份到六月份期间 出现一个低谷 这是一个V型 第二个V型呢 是在四季度 它出现第二个V型 当然第一个V型呢 叫升跌 升危 第二个低谷呢 稍微浅一点 就一年之内的两个V型 你回顾疫情的三年 中国也是两个V型 第一个升跌的V型呢 是在2020年 就疫情的第一年 第二个V型呢 这个下跌的低谷呢 是在2022年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其他国家 除了中国以外 在三年防疫呢 其他国家都是只有一个V型的低谷 就2020年 那么其他时间都是在恢复 中国呢 弄出两个低谷 同样在2022年 一年之内呢 也出现两个低谷 你以为从三年来看 如果说2020年 那个第一个低谷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话 那么2022年这个低谷呢 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清零运动 人为造成的 错误政策造成的 你同样拿去年全年来看 2022年全年来看 你假如说年底这个放开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低谷以外呢 那么上海的那个 五月份的那个封城 造成的中国那个升跌啊 那个就完全是胡闹 完全是习近平人为造成的 而且两个低谷还不一样 你看2022年 就是不必要的低谷 就上海那个封城 不必要的低谷 形成的经济的伤害 远远大过年底 躺平放开以后 对经济带来的伤害 就习近平他这个本身还是很大的 就他制造的这种低谷啊 要大过疫情本身 对经济造成的这种伤害 这是第一个评论 第二个评论 就GDP呢 他只是反映一种经济的温度 他并不是一种直观的财富增加 就中共党宣的理解 以及教育中国人的理解 就错误的把GDP理解成一种财富的增长 所以说大家一谈了中国的国强 就谈了GDP 一谈了嘲笑日本 日本GDP 第一 它不是一个财富的概念 它是一个经济温度的概念 就怎么理解经济温度概念呢 最典型的 比如拉链式的修路 我今天修路 有GDP 我明天把路毁掉 挖掉 也有GDP 然后后天又把路补起来 又有GDP 所以这个 它与财富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 它就是体现了一种经济的温度 这是第二个评论 第三个评论 就是中国的GDP数据 坦率来讲 没有严肃的经济学家 去相信中国官方的数据 你比如最典型的 是李氏最近的热点 而且在之前视频 与网友分享过的 就三东企业家举报 他那个县委书记 明明只有20亿的产制 为了当地的GDP 数字好看 强行让他们报67个亿 就增加200%多 虚报的 这个还不是个别现象 是普遍现象 LT在美国遇到一个 原来中国一气的一个高官 现在也是定居在美国 他就讲 一气在中国很多省市 有分支机构 那么当地的一些政府 都要求他们 做GDP的造假 就是你把别的省的产制 拿到这个省来报 你甚至重复报 所以说他就是 像一气的这个总产制 他至少被放大了四倍都不止 因为每个省都要求他们 多报一点数据给他们 所以这还是国有企业 所以说山东这个企业家 举报这个县委书记 让他虚报这个GDP 这个是非常可信的 尽管这个企业家 本身是有问题 他让这个县政府 给他担保贷款 县政府抵押的 不愿意帮他抵押了 他来报复县委书记 这个是有这个企业家的私心 但是县政府 让他虚报GDP 这个也确实是存在的 所以说中国的GDP不可信 这个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 肉眼都应该能够看到的 或者能够感受到的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尽管中国的GDP有些不可信 统计上有些不可信 但是LT仍然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仍然是全球最强劲的之一 因为目前中国现行 共产党它还没有剥夺人们 从事市场经济的这样一种权利 而中国的这种市场经济 从全球来看 它仍然是一种充满原始的血腥 低人权高污染又夹杂 有国家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种混合式的经济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 如果习近平不瞎折腾 中国的经济还会比现在好得多得多 他这样一种内生野蛮生长的动力 是你在西方国家很难想象的 你只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 你又在西方生活过 你会有这样一种比较性的感知 这是第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可能有些网友不一定赞成 第五个观点就是2023年中国的经济 它会出现一些反弹 那么目前的普遍舆论认为会反弹至5% 那么这个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那么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 202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 这个统计局长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也被中国很多媒体忽视 但是LT也注意到 有一些改革派的这些边缘媒体 也注意到这句话 就国家统计局长康义 在解读2022年宏观数据的时候 他为李克强打了一个广告 他宣布宏观经济大盘稳定 取得了胜利 或者大盘稳住了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重大的政治信号 或者是政治新闻 那么对这个解读和这个举动 LT想做四个评论 与网友来分享 它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是 今天中国的网络就在广泛流传 李克强开始向各个部委开始告别了 每个部委走访 他的名义是以拜年的名义 举行告别仪式 这个是非常反常的 因为中国官方互相拜年 是在召开了春节团拜会以后 人们才进入拜年的程序 那么在中央的团拜会开之前 李克强自己就跑到每个部委去拜年 这个他不是拜年 他不符合中共的拜年的程序 他就是一种政治告别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李克强为什么提前告别 那么在这个现象背后 网友们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李克强的一些大部分实际权力 已经被李强提前接管 特别是当前最重大的应对防疫 这个组长 领导小组长已经归李强了 所以这个是个在中共的历史上 这是很反常的现象 就举个例子 你很难想象 中共召开十八大之后 温家宝还没有下台 在第二年的三月份 还没有下台之前 你很难想象李克强 去接管温家宝的部分权力 你也很难想象 温家宝提前去接管 朱镕基的一些权力 你都很难 这个是违法的 特别是李强现在 在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 你像温家宝 像李克强 他们在接替总理之前 他们都已经是副总理 那个接替呢 使国务院分工调整 还简单一点 李强现在在国务院 没有任何任职情况下 他已经接管剥夺了 李克强大部分权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李克强提前告别 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分析 就大家要注意 这个统计局长 宣布稳大盘胜利 这是第一个背景 大家需要了解 第二呢 大家要看 稳大盘怎么来历的 就像之前LT与网友分享过 什么金融安全呢 两个维护啊 这是习近平特有的政治术语 谁来攻击两个维护 谁来攻击这种什么金融安全 就是攻击习近平 那么稳大盘 是李克强特有的 专属的政治术语 稳大盘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就在5月25号 李克强召开了 著名的万人大会 通过电视电话会 来号召中国各级政府 来努力实现稳住大盘 他所谓的稳大盘 5月份稳大盘 他的含义就是在二级度 不能够出现负增长 那么在稳大盘的这种运动下 二级度呢 尽管上海封城 最后还让增长保持了0.4 没有变负数 所以他稳大盘 是李克强提出来的 那么四季度继续稳大盘 他的含义就是让下半年的GDP 让四季度的GDP 在年终GDP计算过程当中 不要影响全年的进度 也就是说下半年的增幅 要高于上半年 这个他也实现了 你看他上半年2.5 他全年取得了3% 这个意义上他也稳了大盘 所以稳大盘怎么来的 为什么统计局长宣布 稳大盘取得胜利 是李克强的胜利 是帮李克强宣布的 那么第三个评论呢 LT认为李克强强调 稳大盘的胜利 他实际上呢 也体现了李克强的一些 政治算计 或者他的一些政治情绪的表达 他至少是表达两个含义 第一表达两个 第一个含义呢 是我之所以提出来稳大盘 是因为我要与习近平 的清零运动划清界限 因为之所以要稳大盘 是因为大盘被有人搞砸了 习近平的清零运动搞砸了 因为李克强在4月份开始 就在中国各地鼓吹 反对过度防疫 要求打开高速公路 但是李克强的说话没有人听 所以他强调稳大盘 你们去瞎搞 我来守经济 他要撇清与清零的这个界限 这是他传递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呢 李克强要传递稳大盘取得胜利 特别他交代这个统计局长 在总结全年的经济史 因为李克强没有这个机会了 统计局长抗议 显然是在帮李克强讲这个话 他预示李克强自行宣布 他有一个完美的收官 他完成了他作为总理的任务 这个是李克强呢 作为一种总理任期的收官 他希望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结局 没有人给他总结 他自己给自己总结 他取得了稳大盘的胜利 这是李克强的胜利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第四呢 我提想分享的观点 就李克强他洁生字号也好 或者像老知识分子 号公民也好 他来擅自宣布 他取得了稳大盘的胜利 这个呢 你在习近平这种啊 非常老到深暗权斗的人面前呢 是非常脆弱的 习近平他会不费摧毁之力 就会粉碎李克强这个 给自己贴这个标签 提前自行宣布自己的胜利 习近平很容易摧毁 怎么摧毁呢 举个例子 你看习近平毁温家宝 他怎么毁呢 他上台之后 他就发动鼓励 中国全网声讨温家宝的四万亿 把温家宝所有的经济成绩 都给你抹杀掉 那么习近平要毁掉李克强呢 他会用秋后算账的方式 比如说明年这个三月份换戒以后 习近平他会鼓动中国的舆论 会来声讨 地方债的增加房地产的这个下滑 他都会让李克强来背黑锅的 网友们可以记住这句话 你看要不了几个月 中国舆论一定会 让李克强来背地方债 这个过度发债 这个黑锅会让李克强来背的 所以说李克强想希望 杰森字号 想给自己做一个完美的结局 这个在残酷的中共 内部政治斗争面前 这种举动还是比较幼稚的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